原标题 1944年开始建立到1945年7月满宫,修建陵园的是腾冲政府,更有无数腾冲人民自发的加入修建队伍。这座陵园不但是我国建立最早的,还是规模最大的国军抗日劣势陵园。现在这里是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每天来这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。 导游讲起这些前辈们的事迹,无不慷慨激昂,游客纷纷听得热血沸腾,很不能穿越历史,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,因为祖国撒上一片热血。 只是在这庄严肃木的抗日烈士陵园之内,偶尔会有日本人出入。 这些日本人当中,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敢于正视历史,为先人犯下的错误忏悔。 而来这里的绝大一部分人,是为了偷偷祭奠会在烈士墓前的侵华日军的。 不了,铁国商陵园的人或许会有疑问,为什么烈士墓园会有日军存在呢? 这不是对抗日烈士的不尊重吗? 这还要从这场战争说起,抗日战争胜利在望,为了给按缅甸的日军施加压力,中国远征军向驻守在腾冲境内的日本军队发起反攻战。 这场战役,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,因为腾冲地理位置的重要,是中缅公路连接的咽喉所在。 日军对腾冲相当重视,在两年时间里,把腾冲打造成了整个滇西最为坚固的城市。 驻守在腾冲的最高日本军官,是陆军少将藏重康美。 这位军事素养非常高的日本军官,不但理论知识丰富,且有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。 有这样的对手,中国远征军的伤亡十分惨重。 可以说是以血肉之躯在逼近腾冲城,在日军的炮火攻击下,远征军扛着炸药包,把这个防卫坚固的城池,炸开了一条裂缝。 腾冲收复之路的每一步上都躺着一个牺牲的远征军战士,经过四个多月的战争,腾冲收复了。 重新得到自由的腾冲,满目疮痍,整个城市甚至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子,连树木上都遍布子弹的痕迹。 藏重康美在这场战争中,为他的大日本帝国尽了中,死在了远征军的炸弹之下。 战争胜利后,腾冲人无不拍手称快。 日军占领腾冲之后,无恶不作,使腾冲人民的生命如草芥,肆意杀害。 远征军就他们于水火之中,为了纪念战争中牺牲的战士。 腾冲人民决定建一座墓园,以便时常祭奠。 修建国殇墓园的首唱着李根元先生,却觉得,应该被包括藏重康美在内的日军安装。 当时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个想法,那些丧身在腾冲的日军,不配享受他们的祭祀。 但李根元先生在建园的时候,还是让那些日军入土为安,并为阵亡的日本军官留了位置。 当墓园建成之后,只反对异建的腾冲百姓,才明白李先生的用意。 日军少将藏重康美双手被反绑,跪在烈士陵园谢罪,每一刻都要向牺牲的远征军赎罪。 李先生在这些跪着的日军旁边立背,并亲自在上面写着窝着,坦白来说,背上两个字让人陷入深思。 这些侵略战争中,被派遣到我国的日军,与我们来说是罪人。 但日本的那些篡改历史的人,却不这么认为,他们是这些人为英雄,不惜远渡海洋来祭奠。 而且恬不知耻地希望赢他们的英雄回国,可能已经在晋国神社选好了位置。 不过,在这片被先烈的热血染红的土地上,他们英雄的罪孽是孰不清的。 这些日本军官还要继续归立着,让那些惨烈的历史得以被后人铭记。 以人为敬明德师,以史为敬之兴衰。 笔者认为,作为农的传入,任何一名中国人,都不能忘记日军侵华的那份悲惨的历史。 时刻记住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生活,使当初的先烈们用血泪换来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